這是真的嗎 反正 對啊 到底什麼回事 他講不出話是不是 對啊 你怎麼了 怎麼了 所以他現在帶護身服 其實因為本來那個工作人員 都沒有請我去 因為本來是少俠跟杜利 跟阿龍一起去 是 可是我真的想知道 這個地方是真的是假的 因為我真的要 我從來沒有遇到這個 有鬼的感覺 所以說好 我想去 我們到那邊的時候 那個空廟就是關門 所以他們跟我說你們去 爬山 發那個粉紅色的 是的 對 然後嚇他們 你們本來就是要嚇到我們 對啊 這是他們說的 你們兩個很賤耶 怎麼會這樣子呢 不是…他就說原本他想要嚇 但是 工作人員給我們那個袋子 我們要把袋子在 綁在樹上 叫你們找一個東西 然後他們覺得我們可能 在路上嚇你們或是什麼 但是我們就覺得好無聊 好無聊 因為我們法國人 就是我們小時候 我們可能半野去勝利呢 我們不會怕 我們沒有這個跟台灣不一樣 所以我們知道 很有一點無聊 所以然後那邊有一個小的孔廟 然後裡面有很多一些 一些雕像 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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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故意就是要嚇他們 然後 本來他們不相信我 可是我跟他們說 我碰到這個想 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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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覺得好 可能是真的 所以我們會去說 對不起 這些工作 我們不要打完你們了 然後就離開了 那請問你 倒在那邊的時候是怎麼 對啊 你不是不舒服嗎 對 是為什麼會倒在 不是假的 都是 妳看起來很難其實 但是其實 真的 妳來坐這裡… 坐這裡 我有點生氣 都是假的 我也是耶 今天讓比歐就好好噴他 好好打他 噴慘他 因為 把他噴到像杜力那麼黑 容易一點 真的很神奇啊 因為其實我也不知道 發表演多久 因為其實我跑掉了嘛 我就找他們 然後發表演沒有跟我講 他要藏在哪裡 我們就回去找發表 然後我想說 發表演應該會跳出來 嚇大家 可是沒有 我們大概找了半個小時 我們還到那個山 那個 你睡著了是不是 沒有 這是故意的 就 可是 這樣太久了 然後我們 問題是 他們在可能是 他們不太遠 然後 然後 然後大叫他們 獨立 莎莎 我們都沒有聽到 完全聽不到 等一下 你是真的 叫出來的嗎 他真的叫出來 為什麼只有我們手機有聲音 我們外面完全沒有聲音 對 手機 手機聽得到 可是外面完全沒有聲音 沒有問題 你們在附近嗎 就是很近 附近 完全沒有聽到他的聲音 而且感覺很安靜 非常安靜 完全沒有聽到 是真的 所以全部都是假的 可是是真的我打 打電話 對 你有叫 我們也叫做很多次 差都沒有聽到 很多次 太彩彩 我以前拍戲的時候 碰過一個狀況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對 那時候拍梁山柏與朱音拍 然後就是什麼小朱 歐弟 然後所有人都坐在一個 課堂裡面 然後我那一個鏡頭就是 我要拿著一個骨針 對 然後我要拿著骨針 然後穿過一個門 試戲的時候 都很OK 很輕鬆就過去了 那時候在 中影文化城 陰陰陰 然後等到正式來的時候 我可能前面不知道 開什麼玩笑 可能得罪到那邊的好兄弟們 我正式來的時候 古針其實沒有比門長 但是我正式來的時候 我就一過去 就直接撞 好像拍了三次都撞 後來就是去道歉 然後才把那一場戲拍完 是 所以妳講的那個地點 這邊在座的所有攝影師 就是 真的假的 對 因為他們在那邊很久了 有啊 他們 你們剛剛去的地方 還是同樣的地方嗎 你為什麼剛問有沒有狗聲音 因為我想起有一次 在那地方我就是拍 也是拍戲 我是拍實體 因為我被殺死 然後他們就把我 裝在袋子裡面 我就想說假人就好 結果因為他們袋子 要打開來看到我 你知道那時候 為什麼剛問有沒有狗聲音 結果等到拍到我的時候 山上的狗全來了 靠近 一直叫 就是附近野狗全都來了 所以剛剛我問你們去那邊 有沒有狗 開始靠近你們 因為我就想起我那段 就是那一次拍戲 結果他們趕快工作人員給我紅包 結果他們沒紅包 他用一個紅紙 就黏在上面這樣折起來給我 反正不是像這個紅包 但是帶紅讓我帶在身上 所以那次拍得也是滿心驚的 因為全部的狗都來靠近我了 就靠近那個袋子 滿恐怖的那一次 因為我有一個小郭 然後他本來很怪 可是戴嘴巾都一直叫… 你說Luna 對 最近一直叫 一直叫 是不是家裡多了不該出 是不是家裡多了一個 不該出現的女生 一直幫你拍照 而且幫你在歷史裡 對啊 但是你要知道 你去這種地方 你就是要尊重 對 你一定要尊重 因為你不知道 前面是發生什麼事情 或是幹嘛的 你們去那邊玩 然後我們在那邊 我們去找發表的時候 我們不是爬很多樓梯嗎 我們工作員他要我們 我們就一直跌倒 但是阿龍你 在往上走的時候 你第一次有聽到狗叫聲啊 對 對 我聽到那個聲音 就 還是覺得因為我說 我不信鬼 所以其實我是滿希望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比較 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哪時候可能會打破我的印象 但是 那時候我們打電話給Fabio 他發出哪些怪怪的聲音 然後他煎叫我們聽不到 那時候就開始覺得 可能真的有事 然後找到他的時候 他還是一直蹲下去 就 咳 咳 但演得很真的 然後 然後那時候也不想說 他在說謊 會不會啊 他不是演的 他是真的碰到 不然你看他護身符 從出外景那天 帶到現在沒有拿槍 對 而且很可怕的就是 工作人員都 真的很害怕 因為他說他要弄一個雕像 然後就變成 你身邊很多人都 還是覺得真的有東西 那你自己會覺得 不信就是 是我很奇怪嗎 所以就開始有感覺 所以我自己也 陪他們回去道歉 雖然我還是說 我不信鬼 但是最好尊重一下 那Fabio你現在相信了嗎 其實我真的有相信 因為我真的 貴是一個 Energy 是 然後我真的我覺得有一個 他們射掉的時候 後來有一個 有一個射箭 還在 還在旁邊 是 我看不到 可是我知道有人在旁邊 因為我 好 我 我爸爸走了的時候 我常常有一個 感覺 就是 他回來 對 後來旁邊有一個人 所以我在上學生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選這個 還是選這個 有一個感覺 很奇怪的感覺 你懂我們的意思嗎 對 幫助 所以我真的覺得有 我不會說這個鬼是好還是不好 可是我知道他們都在 都在 明明中在保佑他 對 都在同個空間裡 遇到 這樣 就是我Fabio剛剛講的 就是他的爸爸的故事 我有差不多一樣的經驗 就是 就是跟 同一個女朋友發生的經驗 就是 有一次就是跟他去吃個晚餐 然後就去他家吃吃喝喝之類的 就是 可是他的阿姨也是在那裡 然後我發現 我們在那邊吃吃喝喝那個阿姨一直看著我 你知道嗎 一直看著我旁邊 然後我知道他比我強 他一定是看到東西 那我就不知道是誰 因為我是敏感 可是沒有到那麼厲害的意思 所以就直接問他 阿姨 請問你 你是在 你明明就是知道這邊有人吧 他說對 然後就說 是跟我有關係嗎 他說我覺得是 然後就問他 那你在看誰 他覺得我不認識 可是 可是我就聽他就是 說這個外表 他的外表看起來怎麼樣 他說 一個年紀大的亞洲人 當天下午的時候 我爸爸從台灣打電話 打巴西去 跟我說 我的業於過世了 我好獨不得 感谢观看